白色兵士被原警拦了下来 一对情侣下车 二十六岁的廖姓女子 一看到药酒侧 先是苦苦哀求 不要这样子啊 拜托 来啦 没有啦 你决定啦 我现在叫代价 你决定 你要不要测 叫代价啊 你不测我就扣车而已 八十八万 你决定 眼见警方执法的态度强硬 女子突然大暴走 你又要抓你啦 你这样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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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扣一下好不好 从事房仲业务的四十八岁 朱姓男友在一旁 眼看女友失控也没办法 廖姓女子被两名女警 强压上车 穿着短裤的她 露出了一双长腿到处乱踢 干嘛 赶快上车啊 配合一下哦 你不要踢警车哦 你不要踢警车哦 开车的朱姓女友坦诚有喝酒 但是拒绝酒测 女友也被送伴 查扣车辆哦 她之后会面临啊 那个十八万元的罚款 调扣驾照哦 那女方呢是 我们依妨碍公共罪嫌啊 然后逮捕来侦犯 这对情侣之所以会被远景注意 是因为违规红灯左转 被拦下后 驾驶虽然拒绝酒测 但是却没想到 女友失控大闹 反倒雪上加霜 惹出了更多麻烦 三连轩 黄锡上胡适音 何称讽 高雄报道